都说台南人爱吃糖 其实台湾做糖已经好几百年了 就像打开历史课本一样 从荷兰时代开始 传统的制糖厂称为糖布 是用牛车拉石木来榨汁 到日之时其实引进了新式制糖技术 改用压榨器把甘蔗榨得零零尽致 而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得到的台糖糖厂 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的制糖会社 在1946年成立的公营制糖公司 台糖公司刚成立时共有42间糖厂 因为糖厂密布 运送甘蔗与砂糖的台糖小火车 五分车跟血管一样密密麻麻地 布满了西部地区 与台铁形成了双铁系统 可以搭配转程 可以想象的是 闻着空气中弥漫的甜甜香味 看着牛车采收甘蔗 坐着五分车上学与进香 人群与糖厂的作息密不可分 以虎尾小镇来说 是因为日志时期时 在虎尾建立了五间醋糖厂 才带动了小镇的崛起 成为了智堂明日之星史 虎尾小镇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 变成台南周夏所属的山郡之一 把古地图与今日的 地图放在一起比较看看 会发现日志时期的城市规划 与今日差距不大哦 大家好 我们是都市熊踏茶队 今天要来带大家走一场 轻松但是不随便的 城市檀业踏茶之旅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 雲林县湖回镇 为什么选在雲林呢 因为全台湾 就是大家好像到哪里 都看得到糖厂 一堆糖厂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现在只在两座糖厂还有在营运 其中一个就是富尾糖厂 而且如果你想要在市区里面看到 虎尾车开过市区的话 你也只有在虎尾才看得到 所以身为生命经验里面 不知道糖厂是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叫糖业小火车都市首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景点 所以我们今天选了五个地点 要来带大家看一下 糖厂周边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 就这样 走吧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个是1957年的老地图 然后它是 你看 福尾总场场区土地使用平面土地 现在画的这块地区是福尾总场的宿舍区 我们现在要去福尾糖厂途径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老地图来 来比对我们现在在哪 Google Map Google Map 古代版的Google Map 我们就用古地图 我们现在要从中正路走到 虎尾游客中心 然后虎尾游客中心应该在 拿出现代版Google Map看一下 中山路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要从 从地图没有的地方 从地图没有的地方 走到中山路里 走到中山路里 第一站叫虎尾翼 就是这里写的虎尾翼 是以前日子时期 第一个尬在虎尾翼的 堂铁小火车车站 顺着中山路一走下去 就会看到了 走吧 我们的第一个景点到做 虎尾翼向上床道站 由现在的虎尾翼各中心 然后有关它的历史小故事 我们等等清楚 我们再更仔细地说一下 大家我们现在在一个秘密基地 我们现在在虎尾翼的里头 你只要穿过它中间的大厅 到来后面的阳台 就发现后面阳台 可以直接看到堂场内部 在二次世界大战 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 把它签到别的地方 因为运输量变大了 所以原本的虎尾翼 就变成不堪使用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带来 大家去找新的车站 虎尾翼的位置在 看这里 民生路跟中山路的交叉口 这是我们第一个位置 然后虎尾堂场最有名的 就是每个堂场 或是住在堂场附近的人都知道 只要看到高高的烟囱 就知道堂场到了 然后每年的十二月 到隔年三月的时候 都是虎尾堂场 制堂的时节 然后你会看到五分车 载着甘蔗 从工厂 从堂场出去 然后运着甘蔗 再沿着五分车的铁道回来 我们现在要回 刚刚有经过 而不能入的虎尾新车站 走吧 各位亲朋好友 我们刚刚到的地方是 第一点虎尾翼 然后顺着舟山路往上走 沿路就可以寻找虎尾车站的终极 就是透过天然干温 我们内看可能就看得到了 以前的五分车 除了运送原物料 就是甘蔗之外 还会载人 然后虎尾车站 它为什么会翻签 就是因为需要载人 需要运输量变大的 然后以前的车站 它会有站长 会有检票员 会有副站长 来帮忙大家检票 跟虎尾有关两条线 从虎尾到北港 叫北港的线 然后从北港到嘉义 叫嘉义线 其中 北港到嘉义线 是一条超级有副线 因为它连接的 附近的地标 叫朝天宫 很多人会带着 唐铁的嘉义线 到朝天宫进向 然后台铁官方 甚至为了附和这样的 进向团的出量 然后加开了班纸 从虎尾翼沿着中山路 往北走 会看到一个 虎尾车站的新位置 我们现在在虎尾铁桥旁边 虎尾铁桥横跨了虎尾溪 五分车就会经由 虎尾铁桥进出 虎尾塘场 虎尾铁桥很特别的是 它有三条铁轨 然后其中比较窄的两条 是提供五分车通过 然后比较快的另外一条 是来 可以连接纵贯铁路 让需要比较宽铁轨的火车 可以通过 然后同时 虎尾铁桥跟西罗大桥 是云林两个很有名的 钢铁结构的铁桥 西罗大桥比较特别的是 西罗大桥里面 可以让汽车跟五分车通过 我们刚刚所在的位置 是从虎尾翼 就是沿中山路走 到底就会看到五位铁桥 我们现在在 要前往台塘原宫 以前旧宿舍区的路上 然后等一下会看到 废墟迷很爱的 破败的导旧宿舍 然后曼草丛就这样 总之 台塘原宿舍区以前 这一整区都是 不止这个公园 然后直接推进到 推进到 然后 铁山路影栏的 一整区都是 只是现在大部分的地方 都已经被民宅改制 然后看不出来 原本宿舍区很扯了 我们现在到了 公园内部的宿舍群区 然后旁边这个是 大有来头的第一公餐宿舍 就包括日本时期的 天皇还有 蒋经国 若任 李登辉 都有入住过 所以就是给 盛商民要住的地方 旁边是第二公餐宿舍 然后是给总厂长住的地方 然后再往整个公园里面走 就看到很多像 破败的建筑屋 如果有废墟民的大家 可以来 来探探 试试探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 第一宿舍 然后旁边是第二宿舍 然后这里是同心公园 然后从护卫铁桥走过来 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到宿舍区 大家可能会想说 宿舍区可能就这一块 但实际上 国民政府来台之后的 台唐护卫塘堂宿舍区 曾经有两千六百个员工 住在这整块宿舍区里面 然后宿舍区 这整块 中山路 然后中正路 跟胡桂西交截子 里面应有进有 有小学 然后有公园 然后还有运动场 还有医院 什么都有 台唐文国 对 你在里面可以活得很开心 现在要回去我们最熟悉的 什么 中山路 再继续沿着中山路 然后我们要开始寻找 胡桂市市区中心的铁轨 然后看那个铁轨是怎么穿越胡桂市区 走啦 大家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 中山路 就是我们一直走那条路 跟新生路的交叉口 这里有个平交道 然后平交道是因为 胡桂堂场 把五分车开过来之后 首先会遇到这个平交道 然后就开始驶入 胡桂市区 这条路线叫做马公错线 是现在全台湾 唯一还有在行驶的 分车路线 然后一路是上甘蔗田 然后再来甘蔗 再回到铁轨场 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沉温河先生 为了为了替我们的岛一仙 如果我们的岛一仙 本来不永司 我没有一点